啊 整個塞住了 口腸耶 哈囉 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來清淋浴缸排水孔 如果你家裡有浴缸的話 平常有起床的話 應該就會直接在浴缸這邊淋浴啊 還有包含器 其實這個頭髮都會直接在排水孔這邊累積 然後久了之後呢 就會整個塞住 把它清淋 然後它還是會有部分的毛放掉落到這個排水孔裡面 然後久了之後呢 整個排水孔就會注射 然後排水就會淋掉 那今天我們就是要來清淋這個已經注射了排水孔 我們準備了半洪水 然後我們來倒進去看看注射的狀況 我們花了三分半的時間 半洪水才整個帶光 就是裡面連中的阻塞 應該蠻多藝霧跟毛髮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直接來進行清淋吧 我們看一下裡面有什麼 好像蠻多東西的 那我們先把它排水孔先來開 然後把這個孔蓋拿起來 哇 哇 整個塞住了 很誇張耶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 把這個裡面的液物呢 把它清淋出來 直接 先用 就是先把一些液物挖出來 然後清淋的話我怕會把它夾到下面去 可以的話準備一支夾 那我們這邊是用煎水起來 看一下 這麼多 難怪水完全扛不住 那我現在清一清之後乾淨了很多 你看 那個水管的那個白色水管都露出來 那這水管彎頭的部分我們就清不到 所以也只能清到這裡 好 接下來我們準備一支小刷子呢 進行表面的刷型 把一些表面的霧光把它刷起來 表面光滑就比較容易卡一些霧光 開水就什麼都順暢了 先把這個排水浮口刷洗一下 接著我們要把它恢復原狀 先把這個膠圈先 放回去 然後 原本的螺絲 我們現在來到大賣場 那我們找到這個排水孔的濾網 它這個有分大的跟小 我今天應該是琉璃還在用的 我忘記兩尺寸 但是我現在看這個 大小應該是浴缸可以使用 我買一個這個回去 這樣的話就不怕 開水孔就不怕那個 毛髮跟異物掉落 這樣就不怕毛髮喔 那一如掉落喔 如果你跟我一樣 浴室排水阻塞的問題 其實可以自己動手試試看喔 很簡單 才會是螺絲進去 把排水孔拆開 一如清理 就可以解決了喔 這種小工作的話 如果叫水電師傅 可能會叫不太過來 因為 他如果跟你瘦一點點 他不太好痠 他如果跟你瘦太多 你也會覺得貴 所以呢 我們自己動手做 一絲若事其實 其實就可以解決了喔 好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也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要訂閱跟分享喔 掰掰 掰掰